大家好,我是公文主席玉如 也是这一次访谈的主持人 这次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我们的地中舞蹈团来参与这一次访谈 邀请他们先自我介绍一下 哈喽大家好,我是来自华文学会的舞蹈主 我是组长王佩玲 哈喽大家好,我是华文学会的舞蹈主 我是副组长陈子英 好,那我们想请问为什么你们想要跳华族呢? 因为我本身热爱舞蹈 对舞蹈的兴趣 刚开始接触华族舞的时候 并不了解什么是华族舞 然后经过一些新药学姐的教导下 还有几次表演练习当中 我才已经了解到华族舞 那么对于我们第一次接触华族舞的是几次? 我们第一次接触华族舞是在2022年 也就是前年学校举办的Jitterwana 然后那时候是有几位学姐邀请我们一起跳华族舞 然后借此机会也认识到什么是华族舞 那么那时候你们有什么深刻的记忆吗? 就是那时候第一次你们跳华族舞的时候 有没有想像认识到的 比较更加认识到的华族舞还是几次? 对于华族舞刚开始 是真的不了解什么是华族舞 然后 我们第一次接触华族舞 表演华族舞的时候 我们是 我们是经过Jitterwana的那个活动 然后刚开始 那个经验是 不是很完美 但是印象是很深刻的 因为当天 会突然间临时下雨 然后场地突然间 就是 摊很多水 然后无法进行 然后我们会 改道去Jewan 就是我们的那个活动中心 然后去进行这个表演 所以我们也是很临时的 把这些动作缩小一点 虽然可能并不能呈现很完美的一个舞蹈 但是我们 尽我们的能力去做 完成这个舞蹈 那么你们这样辛苦 这样努力 这样认真 去跳华族舞 有什么意义吗? 可能跳舞可以让观众觉得开心了 然后我个人觉得 跳华族舞的意义 就是为了传达我们华人的文化艺术 然后让更多人的 知道华族舞是什么 然后 然后就让大家更了解华族舞 也希望通过这一次我们八月的舞蹈活动中 去让大家观众看到我们的华族舞表演 那你觉得跳华族舞有什么好处吗? 我觉得跳华族舞的好处就是 因为可以改善我们的体态 可以让你的体态变得更好 然后不会躲背 然后锻炼你的合作能力 因为可以经过一些我们 就是团队合作之下练习的时候 你可以锻炼你的合作能力 然后就是跟我们一起互动之下 可以呈现一个更好的一个舞台吧 就是比较整齐 然后还可以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自信心 因为跳舞真的可以让你更变得更加有自信 然后这样子才可以呈现更好的舞台表演吧 好 那么你们通常表演会用什么的元素去表演呢? 就像什么道具啊之类的 我觉得 我们关于这一次拜月的舞蹈活动中 我们会用到雨伞 就是跳伞舞 就是雨伞 然后 我们通常在学校表演的话 我们比较常用到扇子 我们有团扇 长扇 还有短扇 然后还有其实是用到顿黄熟谷 顿黄熟谷就是 来自一种少数民族的一种乐器 为什么你们会选择这些的元素去表演? 因为以往还是 包括之后的 八月的舞蹈活动 为什么你们会选择雨伞 然后之前为什么你们会选择那些收骨 因为我们考虑到这一次八月活动的大型活动中 我们的舞台比较大 然后 山的那个 就是山比较适合在大的范围内跳 然后也 也有足够确保这样的空间 来呈现我们这个山里 然后 而且在以往来 我们都没有尝试过山里这个东西 然后就想借这个机会 挑战一下 挑战一下自己 让自己尝试新的东西 好 然后 对于我来讲 就是 用雨伞来跳舞 会不会比较的困难 或者是比起以前的道具 都没有 不一样的 什么 挑战还是什么 可是对我们的意见 对我们的意见 对我们的意见 我觉得 这次的山里 比较有挑战性 因为 以往来我们真的是没有尝试过比较大型的道具 然后这个山呢 是 一定要确保有足够的空间 大的空间 让我们呈现这个山 然后 如果用山子的话 或者是手骨的话 我们是 比较适合在小的舞台中表演 所以这一次对你们来讲 也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一个提议 对吧 是的 好 那么 你们 华族舞里面有多少个组员 我们有 我们目前有九个 我们有一些 粉腕的 红度的 就是来自不同的 风的 学生 的学生 就是包括我们也是自己 那么 你们是怎样去选人的 就是怎样去选那些组员来参与这个华族舞 我们是通过华文学会去找我们的学姐学妹 问他们是否有兴趣 和我们一起跳华族舞 然后在放学的时候 我们会 进行一个小面试 给他们看一段视频 然后让他们了解一下舞蹈的基本技巧 然后我们会教他们如何去投入这首歌 所要表达出的意境 好 那么你们平时是怎样练习的呢 我们通常都是星期一到星期五会留在学校练习 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们也会在周末和假期的时候额外加练 好 那么你们会 就是可以如何去平衡好你们的这个华族舞还有你们的前面 嗯 我们会 我们会 一边 就是 就是 上课的时候 你就专行上课 就跟平常一样罢了 然后就是多了一个兴趣 就是 因为本身热爱舞蹈嘛 对舞蹈兴趣 所以我们会 就是 会安排好时间 一边是 可能讲 早上你是学习的时间 然后下午是锻炼你的舞蹈技巧的时间 然后下午是锻炼你的舞蹈技巧的时间 好 那这样子你们 面行的时候 氛围会怎样 就会不会长相很大压抑啊 还是反正是不会的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 嗯 大多数都会比较尴尬 或者是紧张 或者是放不开这样 但是大多数的时候 我们会比较主动去 缓解这个氛围 然后多跟他们沟通 这样就可以拉近距离 我们之间的关系 哦 所以你们一开始的时候 都是 不是很认识 不是很熟的啦 然后是通过滑鼻鱼 去认识到新的朋友 还是这样 是的 嗯 嗯 那你们 就是 通过这个滑鼻鱼的话 还有没有学习到 什么 更多其他东西 像刚才像你们说的 什么 知识些啊 管理能力之外 还有什么 我觉得 沟通能力会变强哦 因为我们是在 呃 对人之间 学习不上学习的 然后沟通能力也会随着而增强 然后 你的表达能力也是会增强 然后 可能在台上的时候啊 你会紧张什么的 然后 但是 它可以 透露出你的 心体和眼神的那种接触 然后 你的沟通能力会变强 现在你的问题是 哦 是由你们两位来教他们 去跳滑鼻鱼的什么 嗯 我们是 互相 互相帮助的 只要你是 不懂的 还是不明白的地方 你就可以 找我们 或者找其他队员 因为其他队员也是会很好的 就是一起去看这个视频 然后自己去 自己去学习 没有任何的去教你们的 没有 也可以互相学习 如果不明白的地方 就可以问这一方 嗯 这样 你们有什么 在跳滑鼻鱼的时候 有遇到什么难题的吗 嗯 难题就是啊 嗯 可能我们的 衣服啊 当局啊 那些啊 呃 费用不够啊 可能 我们 需要一些 额外的那些赞助 好 那么 嗯 你们有什么 就是想要在这次的文明活动里面 想要得到什么吗 还是想要学到什么 关于这一次的活动呢 我们是希望学到东西啦 然后 因为 闪的话 我们是 希望 挑战一下自己 然后 一直呈现 就是 一步一步慢慢的来进一步 然后 来呈现一个 表演啊 好 那么 嗯 谢谢 光台队大概 就不了了啦 谢谢你们 谢谢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讲多一次 我不会笑吧 你讲不要笑 我不会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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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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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远了 给我这么好连一下 OK OK 大家好 我是公文主席 尹尼 也是最次访谈的主持人 这次我们很荣幸 你又请到我们的地中舞蹈团来 看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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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进去 放进去 大家好 我是公文主席尹尹尼 也是这一次访谈的主持人 这次我们很荣幸 邀请到地中舞蹈团来 看一遍的访谈 有请他们先自我一下 自我介绍 自我介绍 哈哈哈哈哈 è 男人 是 斤 醜 zona 愿 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